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形文化財 意思是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富岡仿沙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常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清水寺應該是京都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除了寺廟本身富含歷史以外 也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周邊的二年版三年版 也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喔 清水寺離清水五條站 走路約25分鐘的路程 但也可以選擇從奇緣四條走過去 雖然會走比較久一點 但可以經過國寶八版陳設 一年版 二年版 三年版等等的景點 清水寺開創於西元的七七八年 距今也有超過一千二百年的歷史了 境內約十三萬平方公尺 大概有大岸森林公園一半的大小 包含了國寶在內 總共約有三十個大大小小的文化財 那國寶本堂採無墊頂 或是日文的寄凍罩 是中國、日本、朝鮮古代建築的一種屋頂樣式 因為本堂懸罩在英語山上 不用任何一根釘子完成 是一個極難達成的工藝 本堂突出來的一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清水舞台 高約13公尺 大概是四層樓高 於1633年再建造完成 原本主要是當成日本的傳統表演藝術場所 現在大部分的時間則是用來當觀景台 日本的諺語從清水舞台跳下來 就是比喻要下定決心做出行動的意思 境內還有很多大家常在網絡上看到的知名建築 人王門就是清水寺的正門 於16世紀建造 高14公尺 寬10公尺 是中華文化財 奧之院跟本堂一樣 於1633年重建完成 也是玄造在英語山上 也是中華文化財 也有一個舞台可以觀賞京都的美景 在奧之院的正下方 是另外一個知名景點 英語瀑布 山脈者會在這邊裝水洗淨身心跟許願 景陵清水寺是另外一個有名的神社 叫做地主神社 也是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建築介於1633年建造完成 也都是中華文化財 可以在這裡求戀愛運喔 清水寺周邊有很多不錯的茶屋 大家可以坐在這邊休憩喝綠茶 然後享受甜點 真的是體驗日本的極致 鮑布推薦一家在茶碗版的Satsuki亭 於明治18年開幕到現在 已經超過130年的歷史 可以遠眺清水寺的重要文化財三重塔 一年版 二年版 三年版 以及清水版 因為是通往清水寺的參拜道路之一而繁榮興盛 一路上有很多土產店、茶店以及住宅 搭配著美麗的石階跟石牆 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鮑布二年版最推薦的地方就是星巴克 這家星巴克是全球第一間有榻榻米的星巴克 果然都聽到這個就讓人家想一探究竟吧 這家星巴克是由古名家改建 建物本身大概有100多年的歷史 一樓主要是點餐還有取餐 二樓則是榻榻米的專區 運氣好或是避開人潮的話 就可以坐到那邊喝飲料喔 建議大家傍晚來訪 除了可以看到白天的二年版 到了晚上的時候還可以看一下咖啡店外觀的打燈 也可以趁晚上其他店家都已經結束營業的時候 再沒有什麼路人的二年版三年版散步 體驗一下悠閒的京都夜晚 如果晚上運氣不錯的話 可以走到一年版附近的高台寺 春夏秋都磨幾個時段 會有夜間的特別慘敗 晚上的打光真的非常的精彩 有的地面還會有燈光秀 慢慢在室內走一圈大概可以花個一個小時左右 很值得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